封線鐵鍊鎖李營 二十六載沒人騰 低死娘嫁成姑女 巫姨姐妹怒發聲 怒發聲黨氣蒙跨境抓捕又失蹤 底層只許玩互害 看誰敢做女英雄 女英雄走一程 俄國官媒怼普京 洞粗侵略烏克蘭 民意如潮灌長紅 烏克蘭基輔成中國女孩很聰隆 放棄撤離坐留守 我是曾經小粉紅 正式三女俠登場 俄中烏亮燈 人性亮晶晶 是黎明 快人快語天下事 京腔京韻老北京 各位茶友、各位觀眾聽眾 大家好 歡迎光臨歡樂洗腦的老北京茶館 品大碗茶、聽大實話 我是劉卓 我是李政 茶館一掛段子先行 開板給大伙上個段子 話說中美之間 星期一上演的一段 七個鐘頭激烈會面之後 各種路邊社消息 警噴了 美方光說場面火爆 不說怎麼個火爆反 那吃瓜子還不腦洞大開 一通跟那兒猜悶啊 冷山時評分享了一猜悶成果 給大伙演繹一下 你有好戲看了 卻原來沙利文跟楊潔篪的對話 畫風是這個樣子的 順風耳走起 賓主寒暄之後 沙利文單刀直入說 老楊 您最好看清楚形勢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必須要受到懲罰 態度挺堅決 楊潔篪怎麼說呀 楊潔篪一點沒打磕巴 張嘴就來呀 老沙同志 我大黨國高鐵嗖嗖到處跑 你們要考慮 米國的基礎建設情況 和跟我們談判的資格 不是這高鐵嗖嗖跑 跟制裁什麼關係呀 高鐵還框框追尾呢 也沒影響制裁俄羅斯 沙利文也沒聽明白這裡邊的邏輯 估摸著楊潔篪耳朵不太好 乾脆挑明了吧 就應該只是說趕緊 老楊 我說 我們要制裁俄羅斯 你們別跟著資格往槍口上撞 幫俄羅斯去 說到家了 這會楊潔篪裝不了糊塗了吧 就看楊潔篪臉一媽 唯唯道來 老沙同志 我提醒你們看明白 我大黨國憑藉鐵拳出擊 抗疫鬥爭 已經贏得世界第一了 就連深圳上海都封了還第一呢 封城那也是取得的另外一個第一 考慮雙百 你們米國疫情沒人管 整個就放羊了 有什麼資格跟我們談判 又來了 這哥們絕招什麼呀 你問他吃了沒有 他說我們家下水道沒賭 我專門跟平行空間說話 沙裏文一聽我急了 老楊你聋啦 我們要制裁俄羅斯 教材這麼告訴他 楊潔篪 殺同志 殺和尚呢 我大黨國GDP 馬上要超過你們 你們要慎重考慮 跟我們談判的資格問題 完徹底 驢唇不對馬嘴 對牛彈琴改對楊談判了 錯誤 要我看這種談判 還不用直接談棉花呢 直接崩了得了 有什麼可談呢 真逗 急躁 跟你講啊 網友小瑜有折 有能對付楊潔篪了 小瑜說了 要想讓楊潔篪恢復理智 特簡單 請沙裏文掏出紙來 念這句 什麼呀 老楊 你們家財產和老婆孩子 二奶三奶在美國 在英格蘭 還好吧 托您的福 晚安 楊潔篪立馬起立 敬禮呀 真行 殺顧問 咱們好好談 好好談啊 什麼都可以談 一招治理 直接光當打七寸上了 您說這定點 精不精準 是不是有點凌亂 太凌亂了 當然了 段子就是段子 真實的對話肯定不是這樣 不過共產黨在外交場所耍魂的時候 表現出來的 還真就是這個套路 躲貓貓打雅迷 裝糊塗 裝橫 揣著明白裝糊塗 誠心的 其實就是趕著告訴對方 我們都是流氓 甭給我們講什麼道理 不清那個 這種病啊 川建國蓬佩奧能治 上回被治得夠嗆 這回想起死回生 死灰復燃 有早沒早 打兩肝子 混過去更好 混不過去再說 還挺靈活 其實美國人現在也明白 共產黨沒實話 毒毒可憐了國內的底層韭菜 尤其是五毛戰狼小粉紅 黨這種智商欠稅 毫無邏輯的外交嘴炮 他們真信 那必須的 假如黨天天灌什麼叢林法則 若又強食是不是 誰拳頭硬聽誰的 恨不得從幼兒園就開始 灌輸落後就要挨打 包治百病 就治出疑難雜症來了 才發現 鬧歸奇不是落後就要挨打 是欠揍叫挨打 哈 竟說實話 其實黨就是一十八線 但是很勤奮的演員 一天到晚宣傳自己 如何不欠揍 如何高大上 玩命畫大餅 灌狼奶 渣雞血 完事還就痛斥 我們這麼不欠揍 美帝還亡我之心不死 黨心說話 花這麼大力氣宣傳 有用 宣傳和政治思想工作 是我黨生命獻 不宣傳洗腦 黨的小命都沒了 不誇張 宣傳真能培育出高產的韭菜炮灰了呀 長津湖的幹話 把人家兒子騙前線送死去 坑爹不坑爹 哎呀這種情況眼下就有 估計有的茶友看了 被俘虜那俄羅斯的士兵 跟父親母親通話視頻 告訴老媽 自己是被騙到烏克蘭作戰的 相當讓人五味砸臣 確實是啊 在裡頭你看到那視頻沒有啊 哪個呀 俄羅斯電視臺女員工 都衝進直播間喊反戰口號去了 看啦 星期一晚上九點半的事兒 俄羅斯第一頻道女編輯 奧夫斯楊尼科娃 舉著反戰標語闖進直播間 打斷了女主播在俄羅斯主要國家電視臺 黃金時段的新聞聯報 科娃那大牌那寫著 停止戰爭 不要相信他們告訴你的謊言 最後一行是英文 俄羅斯人反對戰爭 美聯社報這消息了 俄羅斯警方後來逮捕了科娃 他的律師好長一段時間 跟他失去聯繫了 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 19號一大早 在台雷廣上發了一段視頻 感謝科娃 感謝勇敢的俄羅斯人 澤連斯基為科娃點贊 說 我要感謝那個 拿著反戰海報走進第一頻道 演播式的女子 眼淚花花 我感謝那些沒有停止努力 傳播真相的俄羅斯人 那些勇敢的抗議者 只要你的國家還沒有完全與世界隔絕 變成一個大朝鮮 你就要去戰鬥 絕不能失去機會 這科娃是真了不起 敢跟克林姆林宮叫板 女英雄 有女俠風采 我看美國之間消息了 說法庭15號那天 裁決科娃藐視抗議法律 罰款3萬盧布和280美元 之後恢復自由 太棒了 這事兒把普京氣得夠嗆 克林姆林宮說他的抗議是流氓行為 流氓行為 有點凌亂 科娃後來說 他被連續審訊了14個多鐘頭 現在需要休息休息 累壞了 熬英 問你個底調 是不是拜登派來的美國特工 這麼說 俄羅斯畢竟跟中共不一樣 再怎麼威權統治 畢竟還有自由 發量賣吧 直接給髒出來了 那是 不過制度不同 人民相似 中共社會管制的再嚴厲 照樣也有豪傑女子 不畏強權敢行俠仗義 你是不是想說張展 張展是 不過還有 還有誰呀 還有誰 我一說茶友們就知道 鐵鍊女事件中的巫醫姑娘 巫醫知道 鐵鍊女剛剛抱上來那會 網友巫醫打著標語上徐州封線了 標語內容 還記著吧 還記著 姐姐 謀號 世界沒有拋棄你 妹妹來了 真夠感人的 沒錯 鐵鍊女就說 這個世界不要矮了 巫醫就說 世界沒拋棄你 你妹妹我巫醫來了 震撼 這才叫李英的真親人呢 這巫醫的情況給我們大招捋一捋吧 行 其實最早去封線探訪鐵鍊女的是兩位女俠客 一位叫巫醫 網名也叫 我能抱起一把二斤 另一位叫全妹 網名也叫 小孟姐姐 小全全 沒錯 這位網友姐妹 第一次拘留恢復自由之後 在微博上曝光了拘留所裡的黑幕 結果3月1號又被徐州警方跨省到安徽抓捕 我記得巫醫和全妹被抓以後 公益人士林聲亮曾經向公安部投訴過 結果收到佩縣公安局的回覆是什麼呢 該投訴查無實據 佩縣公安局握毆打非法扣押現象 從來如此 巫醫跟全妹12月11號前往封線第二人民醫院探訪鐵鍊女的 隨後手機被中共安排的便衣給搶走了 到孫蘭派出所報案 結果被警察強迫戴黑頭套 不讓正常呼吸差點窒息了 兩人還被封線公安局關進看守所好幾天 3月1號巫醫在微博上發問 我要八孩女也就是鐵鍊女 這事件所有涉案人員依法處理 他們能做得到嗎 說完這句又失蹤了 佳人說他已經被徐州警方帶走 照樣沒收到任何的通知書 林聲亮投訴的是不說嗎 徐州公安局部分公安干警 已經淪為犯罪集團的爪牙歷齒 瘋狂的無差別的自咬 與犯罪分子做鬥爭的人民群眾 也不是現在淪為的 也不光是徐州公安 我看網友菲菲4.0已經更新了 巫醫的最新情況了 怎麼說的 菲菲推送一個微博截圖 這麼說 剛得到家屬的消息 巫醫目前在徐州沛縣監事居住 警方上門為他爸宣讀了居留通知書 括號為留下家屬正在委託律師 夠無語的 共產黨自己不作為 任憑良家婦女被遭掩 也不讓老百姓互相之間作為救助 連聲援都屬於犯罪 所以網民不都說了嗎 全中國人的聲援 圍觀花了那麼長時間和力氣 都救不了一個鐵鏈女 您可以自個兒癲癲癲癲 自個兒萬一出事以後 您什麼處境 資深媒體人胡不歸15號在《易報》上發了一篇文章 題目叫 為什麼14億人救不了鐵鏈女 為什麼 他就說了 因為說到底 鐵鏈女這種事只不過是一個底層百姓的事 而這個體制的邏輯 並不是為民生而存在 是對上負責 不是對下負責 像鐵鏈女這種給上級抹黑的事 越往上走變得越小 因為不能給上級抹黑 所以再轟動也必須在這個體制裡消失 說得真是太對了 只要是不能幫體制塗脂抹粉 都得給你消失了 更甭提給體制添堵了 胡不歸就說 為什麼14億人救不了鐵鏈女 原因特簡單 因為鐵鏈女再悲慘 她沒有在體制內 天連一個名字都沒有 生如草芥 死亦如草芥 她太無足輕重了 雜草 這就是黨所謂主人崩的真實地位 胡不歸最後說 那麼鐵鏈女真的沒法救了嗎 我想了想 大個七只有一個字就辦法 大喊打倒共產黨 我要去北京上訪 也許警察會在第一時間趕到 這主意我吃保留太多了 這只能說理論上成立 可操作性幾乎沒有 為什麼 首先你想 26年了 李盈哪天不想向警察求救啊 就算警察真來了 您說是幫董志民還是幫李盈 這不明擺著嗎 呀呀呀這還真是 網上披露過 被拐賣女孩找警察求救 結果警察假裝救她 轉手就把她救給壞人了 好多媒體不都報了嗎 在封縣董吉村 老董家家族勢力特別龐大 官場裡邊都有人 李盈帶著鐵鏈被披露出來 關進精神病院照樣得靠著哪有自由啊 有網友剛剛去封縣精神病院探望李盈 發現小小封縣的精神病院門口 竟然有武警站崗 而且整個封縣醫院系統 醫護人員全都守口如瓶 對鐵鏈女隻字不提 網友去給鐵鏈女送花和吃的 直接被打回來了 所以李盈安危如何 誰也不知道 但願李盈能健康的活吧 不管怎麼說 不依姑娘似的太仗義了 中國人裡邊多幾個這樣的俠女 中國人底層互助的希望 又多了一份 行了 剛才說了一位俄羅斯女俠 一位中國女俠 乾脆 今兒來個女俠全集吧 吸烈的 咱們再來一個烏克蘭女俠 呦 烏克蘭也有女俠 行啊 前方有女俠出目 必須的 說烏克蘭女俠 待會肯定沒猜著 其實 她是一位 中國姑娘 啊中國女孩 對 不光是中國女孩 更特殊的 她還是一位曾經的 小粉紅 這行 紅到什麼程度呢 過去誰要說 我們的祖國不好 這姐們 就恨不得 向對方 噴火 朝天叫 站會兒就著 這回行了 安裝了自動滅火設施 誰給安的 誰給安的 她那曾經全力維護的黨 啊 黨 大腦短路了 是中共官媒的滅火宣傳 滅污宣傳 讓小粉紅徹底醒悟 消滅了原來的火苗 嗨 黨又搬石頭砸腳了 說說怎麼回事 這是 是這呀 這大陸留學生 目前還不方便用自己的真名 寫了個化名 小梅 小花梅的梅 小梅挺好 小梅 小梅到烏克蘭基辅留學 他目前呢 人還在基辅 還沒撤離呢 沒有 不是被困在那撤離不了 一開始是被困 後來可以走了 but 他最終決定 還是留在烏克蘭 留 留烏克蘭 瘋啊 瘋沒瘋 咱們詳細看看 對對該一個說 怎麼回事 話說呀 小梅在基辅留學 正好趕上了這次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全過程 巧 小梅又說 戰爭還沒打 各國媒體就開始預熱了 是 美國那邊發了好幾回警告了 對呀 當時美國、日本等各國大使館 都開始呼籲國民撤離烏克蘭 對有這事兒 中共大使館反其道而行之 先是告訴華人 俄羅斯不會發動戰爭 他給打包票了這個 還說宣傳會打仗 這是美國人吹牛 西方國家騙你們 那是中國留學生肯定信 大使館說的能有錯嗎 是吧 不光信 留學生還一通怒斥美帝 胡說八道呢 這是坑死這幫孩子了 以為黨媽跟俄爹關係好 什麼消息都能告訴中共呢 糊塗 告訴中共是告訴中共 那中共也不一定幹上韭菜呀 完 沒分清楚韭菜和鐮刀的區別 當地華人沒拿撤僑這當回事兒 以至於錯過了最佳撤離失禁 我出語了也是 小梅就說當時華人不撤不是錢的問題 烏克蘭離波蘭、土耳其、羅馬尼亞、斯洛伐克都特近 機票、火車票都很便宜 隨時都可以逃出去 梅撤主要是聽信了黨的宣傳 你說坑不坑 小梅就說 戰爭爆發前一天 中共媒體還跟著污衊烏克蘭呢 他當時就開始覺得 有點不低勁 為什麼 因為他在烏克蘭呢 知道黨媒爆烏克蘭 好多事跟事實不一樣 沒錯手家帶地有發言權呀 對呀 小梅說 那會兒簡直是 俄中媒體聯合起來製造假新聞 呦 留學生們都知道報導有假 也預感著這裡邊有問題 開始人心慌慌 你說這幫孩子真夠可憐 被黨忽悠的是一愣一愣的 沒在車窗上掛黨那五星招災旗 算是幸運的了 2月24號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 頭天晚上小梅有預感整宿睡著覺 凌晨3點就聽到巨大的爆炸聲 這跳更沒法睡了 小梅就說 我立馬拖了一圈 找遍我全世界的朋友 幫我說 趕緊幫我買張機票 我要逃命 然後呢 還挺幸運 買到了24號早上10點飛波蘭的飛機 買著了 結果到早上6點一刷新聞 機場被炸了 走不了 太喪了 俄烏交火首日 中共駐烏克蘭大使館發布聲明 烏克蘭局勢緊拘惡化 建議當地華人趕緊在車上貼五星旗 開始出騷主意了 推命服務啊 小梅真說了 有個中國人聽了大使館的話 貼了中共國旗 開車逃跑 結果 俄軍正好埋伏在萬道上 衝五星旗 一通掃射呀 啊 險些喪命 得虧有烏克蘭警察軍人聯合救助 撿了又要命啊這是 這事國內也報了 罷他 光報到有一名中國公民在邊境上中槍獲救 根本沒提俄羅斯射殺 沒法提俄爹幹的 大使館開戰第二天 才宣布 啟動包機撤僑 留學生們剛開始機動 27號改口了 取消撤僑計劃 把小梅可氣壞了 他說 全是大使館給坑的 機會 全浪費了 大使館是一拍胸脯保證 一拍腦門決定 一拍屁股告慶 錯誤 小梅就說 您就想想我們當時什麼心情吧 街上人恐慌焦慮 貓狗全跑出來了 人們全在逃命 孩子躲在防空洞裡邊 跟新生嬰兒一塊瓦瓦之窟 太可怕了呀 小梅在原地 觀察了三天才發現 俄羅斯真心實意 全面入侵烏克蘭 那還能掺水分 留學生們誰也不敢隨便動 全都跟大使館 按他們指揮原地禁止 結果越拖越走不了 最後徹底失望 憤怒了 大使館表示 早失望早利索 小梅就說 天天都是爆炸聲 轟炸聲 防空警報聲 那一響噌噌往防空洞裡鑽呢 吃不好喝不好 所有人都特煩 大使館再說什麼 我們也不信了 他已經讓所有人含心 誰敢信他的鬼話 可不嗎 我記得那回說 烏克蘭東北邊 俄羅斯邊境的蘇梅地區 有130個中國留學生被困在那 對 小梅也說了 他說 蘇梅離俄羅斯特近 救援最危險 後來誰出車救的 烏克蘭車隊 烏克蘭軍隊派大巴 把中國留學生 借回來了 烏克蘭給救回來了 小梅就說 國內那些無良媒體 說烏克蘭拿我們當人質 你知道我們什麼心情嗎 多分裂呀 人家救我們命 良心怎麼過得去呀 我再也不信 中共報導了 不會不會 劍決不會 聽見了嗎 連是撒不會 真是把共產黨看成套套的 烏克蘭人對中國人 比黨班強的那不是一星半點 小梅就有這樣的感覺 他說 我親歷了烏克蘭救我們的事實 我還要離開烏克蘭 我還要撤離 我是人嗎 我 仗義的 女漢子 女漢子 小梅說 中國媒體誣陷那些 救我們性命的人 這不是農夫跟蛇的關係嗎 我得留下來 跟烏克蘭人在一塊兒 確實是仗義啊 當然了小梅也說留在基辅 堅守也是基於現實考慮 為什麼呢 因為他同學撤離之後發現 問題也挺多 一個是錢 機票太貴 一萬八 核酸隔離全得自費 二是大使館拉的邊境就不管了 剩下的全自己解決 前途一片迷茫 是夠迷茫的 這麼說這堅守基辅 確實也是一個選項 反正我們跟這單位的小梅 能夠順順當當 平平安安嘛 小梅就說 我能在這感受到真正的自由 即使在戰爭情況下 每個人都很淡定 去小超市買東西 人們不混搶 靜靜排隊 好多烏克蘭人不想撤 說是要保衛他們的家園 真夠難得了 不過我們還是建議 小梅最好也根據實際情況 隨機應變 真要是覺得不太安全 能撤的還是趕緊撤 是 其實咱們講小梅的故事 最主要還是講他敢於否定自己 擺脫小粉紅思維的勇氣 確實是太有勇氣了 小梅就說 他其實在美國也待過 但是那會兒呢 腦子裡灌的全是中共媒體的宣傳 所以也特恨美國 您說這腦洗的 真恨他每天抨擊 他說 我就相當於國內那噴子 自乾我 現在小梅全變了 他說我們根本不了解一個民族 然後聽中共宣傳報導 就抹黑它 用語言去扼殺人那麼美麗的民族 這麼做 絕對不是人 還是說做人有點差意思吧 他還說中共政府連個撤僑都搞不定 烏克蘭人在那麼慌亂情況下 按時到宿舍點名 來了危險立馬叫我們去防空洞 還給我們做吃的 哪個政府能有這樣的行動力 對中國人真是夠好了 人家可都是知道 小梅怎麼辱罵人家烏克蘭女性的 小粉紅幹的 小梅還說 本來他想去獻血來的 給烏克蘭做點貢獻 結果在政府部門工作的烏克蘭同學 怕他上街有危險 就說 在家裡好好待著吧 交給我們烏克蘭人去就行了 烏克蘭人真是太善良了 所以小梅說 我知道這些真實情況 我要不說出來 我就不是一個有良知的人 那我活著都覺得沒有意義了 我會一輩子內疚啊 對不起我自己 真是個有良知有勇氣的好姑娘 好人一生平安吧 知道讚嘆的是小梅的父母 也支持他留在烏克蘭 他說 我爸媽一直教育我做人 我希望國內的教育 要把尊重生命放第一位 別為戰爭喝彩 烏克蘭人是無辜的 不要把美麗的烏克蘭毀掉 這也是全世界善良人的願望 前路也許崎嶇 有了俠女相伴 風景一定不同 必須的 好嘞 送人好茶 手有餘香 歡迎您訂閱分享 勞民台網 下回節目再見 再見